9月初馬達鄉發生稀有原住民保留地 租給回收廠業者 卻發生倒挖土石 49號上午地檢署指派調查員 會同環保署 平東環保局人員 及環保警察運用重機具 進行大規模開挖 瞭解業者 掩埋廢棄物的嚴重程度 地主家屬也在場掛起白布條 抗議回收廠業者 違法使用原住民保留地 遭掩埋廢棄物的土地 未來將無法耕作 這樣的動作引起業者 與律師的不滿 地主質疑將近八分的土地 不是被回收廠業者 掩埋了多少廢土 相關人員針對地主職業地點開挖 開挖後發現業者違法的市政卻早 平中縣環保局表示 業者不僅違法將農地做回收廠使用 同時也違反了廢棄物處理法的相關規定 有掩埋廢棄物的一個行為 已經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41條跟46條的規定 那這個部分也牽涉到行車的部分 我們會將它移送法辦 那另外也依照廢棄物清理法的一個相關規定 我們會要求他 即刻把這些廢棄物法把它清除完成 目前屏東地檢署介入調查 收集相關市政 若犯罪事實確定 業者將面臨一年以上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得病喝三百萬以下的罰金 記者歌手 屏東馬家 財旁報導